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孕妇惨死家中凶手竟没留下任何线索 家里啊东西没有被翻弄过的痕迹 也没有丢失过什么费重的物品 意外发现神秘日记 警方能否因此找到真凶 这种非凡造成的周燕在日记中呢 都指向了一个人 给这个人起的名字叫做排的死 X竟然就是死者的丈夫 他为何要残忍杀害自己的爱妻 谁是X即将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要给您讲述的是一桩 诡异的凶杀案 这作案的凶手啊 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然而啊 似乎这个惨死的亡魂呢 死不瞑目 在一本日记本中 记录下来了一个隐蔽 而又惊悚的破案线索 案发是在2010年12月的一个晚上 这一天呢 是夜深人静 月黑风高 突然间从一个小区里传来了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喊声 救人啊 杀人了 文俊赶来的保安和邻居呢 赶紧来到了这一家门口 吓得腿都软了 只见呢 这一家的防盗门是打开着 客厅里流满了血 一个女人直挺挺的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一个男人呢 抱着这个女人的头呢 是痛不欲生 双眼血红 很快呢 警察和救护车呢 也来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的进行救护 确定该女子已经死亡 死亡的时间呢 是在当天晚上的10点钟左右 警方呢 在现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侦查和了解 通过了解得知啊 这个男人呢 名字叫做曹熙江 28岁 是一个公司的推销员 而死去的这个女子呢 正是他的妻子 名字叫做周燕 25岁 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两个人呢 是从外地一起来这个城市来工作的 小两口呢 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一直呢 租住在这个房子里 经过劝说啊 曹熙江虽然呢 痛不欲称 但是呢 也能够配合警方 讲述当天发生的情况了 这曹熙江啊就讲 当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 自己下班去了 他的客户大刘家 那么在大刘的家里呢 两个人呢 是边聊夜午 边喝茶 后来呢 一起喝了很多的酒 那么到了家里的时候呢 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 曹熙江说 当他推开房门的时候 就发现客厅里 地上都是写 自己的媳妇周燕 已经是惨死在了血泊之中 所以呢 他才呼喊 要救命 熟悉曹熙江和周燕的人啊 都知道 这两口子啊 为人非常随和 这周燕呢 是文静乖巧 尤其是曹熙江啊 无论对于别人 还是对于自己的老婆 那简直是太疼爱有加了 他们记得呀 小两口呢 在一年之前呢 来到了这里 而且呢 一直在此居住 就在半年前啊 这个周燕呢 怀孕了 后来呢 还留了产 留产之后的曹熙江啊 对自己的老婆呢 更加的疼爱 把家中所有的家伙 全揽了下来 不让周燕 动任何的家务 就在一个月之前呢 这周燕呢 又怀孕了 曹熙江啊 整天乐得 合不拢嘴 小两口呢 还在周围呢 不停的找房子 打算呢 给未来的宝宝 一个安居之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充满着幸福和希望的小家庭 瞬间的就毁灭了 而且是这样的悲惨 那么这个凶手 又是谁呢 竟然如此的残暴 经过了解啊 警方得知 这曹熙江和周燕啊 没有得罪什么人 为人呢 非常的亲和友善 基本上排除了 这周燕呢 被仇杀的可能 所以啊 警方就在做另外的一个推测 有没有可能是陌生人 闯入到了周燕的家里 趁着周燕一个人 尽是盗窃 抢劫 或者是绑架呢 可是他们的家里啊 东西没有被翻弄过的痕迹 也没有丢失过什么贵重的物品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进了周燕的家之后呢 就被周燕发现了 随即呢 周燕就被灭口 可是家里的凶手 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破案的黄金时间 眼看就要过去 案件却迟迟不能侦破 使得曹熙江所在的小区 以及附近的地区 都陷入到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为了尽快打开案件的侦破口 警方决定 再到现场 也就是死者的家里进行侦查 这一次 警方却有了重大发现 这自打事发之后呢 曹熙江就搬了出去 这个房子呢 一直封着 没有人呢 能够进出 警方呢 又来到了这个周燕 惨死的房间 此时的窗外呢 正在下着雨 这雨声呢 悲悲怯怯 好像这惨死的亡魂呢 在诉说着什么 屋子里呢 两个警察呢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 进行侦查 那么屋子里呢 能够听到的就是 警方啊 翻动东西 挪动东西 以及敲打物品的声音 这静的呀 有些吓人 突然之间呢 传来了一个警察 说道 有情况 另外一个警察呢 就赶紧跑了过来 他们发现啊 在周燕生前所居住的 卧室的落地窗的 一个角落里面 有一块木地板 障开了 显然呢 是天气比较潮湿 所以使这个木板呢 受潮膨胀 但是这个木板呢 很奇怪 它是松动的 警方呢 就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木板呢 挪开了 发现里面用塑料袋 包裹着一个东西 打开层层包裹的塑料袋 里面是一个日记本 而日记本的笔记 正是那个 惨死的亡魂 周燕 所留下的 警方呢 就慢慢打开了 这本日记 看到这本日记之后 警方感觉到的是 震惊 凝重 而且是感觉到 越来越窒息 这本日记呢 是从周燕结婚 一直寄到 他死前的头一天 里面写满了 自己的那种 恐慌 压抑和痛苦 而所有的这种 悲惨造成的 周燕在日记中呢 都指向了一个人 周燕在这本日记中啊 给这个人 起的名字叫做 X 这个X 又是谁呢 警方看到日记中啊 写道 这个X呢 时常对周燕呢 施暴 而且对周燕呢 有些虐待 日记中啊 记得很清楚 这周燕呢 经常说道 我很害怕 那个恶魔又来了 我简直不知道 要怎么活了 而且呢 这日记中啊 也记到 他不喜欢我的孩子 他用脚踢我的肚子 我的孩子 保不住了 周燕呢 在日记中也记录到 自己啊 没有办法 能说清楚 和X的关系 更不能让这个X知道 否则自己会死得更惨 而现在自己心中 所有的痛苦和压抑 只能靠每天书写日记 来进行发现 但是呢 警方也发现一个问题 周燕在这本日记中啊 似乎并不怨恨这个X 而且呢 有的时候还写到 我还是很爱他的 我知道他很痛苦 有些事情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那么这个肆意摧残着周燕的躯体和灵魂的X 到底是谁呢 代号为X的人虐待过周燕 这个人究竟是谁 初步的推断 这个X呢 极有可能是周燕的吞带情人 而且这个人呢 非常残暴 前男友排除了嫌疑 仗子一个表情 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双眼血红 脸色扭曲 愤愤地说道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狂徒 仗子并没有作案时间 杀害孕妇的凶手 究竟是谁 谁是X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方通过反复翻看啊 也不能够确定X的身份 因为这周燕记录啊 都是断断续续的 主要的描述的就是自己的这种悲愤的情绪 找不到X的任何线索 警方呢 有了一个初步的推断 这个X呢 极有可能是周燕的婚外情人 而且这个人呢 非常残暴 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呢 警方就赶紧找到了曹西江 想知道啊 曹西江对这件事情啊 是否知道 当警方试探的把周燕的隐私告诉了曹西江的时候 平时很随和的曹西江立即是勃然大怒 他双眼血红 脸色扭曲 愤愤的说道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狂徒 等曹西江啊 渐渐的平缓下来之后呢 这警方就试探着问他 说你能不能够确定 这个周燕啊 死前日记中所写的这个X 到底是谁 这曹西江呢就愤愤说道 那还能有谁 一定是那个姓夏的 这个姓夏的又是谁呢 曹西江说道 这个姓夏的呀 名字叫做夏刚 是周燕啊 在老家的一个男朋友 这周燕呢 非常喜欢这个夏刚 可是啊 这夏刚身上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十分的酗酒 酗酒之后呢 对周燕呢进行打骂 看到这种情况啊 周燕的父母呢接受不了 心想这还了得 在谈恋爱期间 就对女儿自己虐待 这结婚之后 还不得天天受气啊 于是呢 这周燕的父母啊 就把周燕呢 安排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工作 顺便呢 就和这个夏刚呢 分了手 来到这个城市里之后呢 这周燕呢 就碰到了曹西江 曹西江呢 对周燕呢 是又随和又体贴 所以两个人呢 就很快走到了一起 那么对于这段婚姻啊 周燕的父母也是很认同 在交往了三个月之后啊 曹西江和周燕就结婚了 周燕和曹西江结婚后 过着幸福忙碌的日子 而周燕因为怕惹是生非 早就与前男友夏刚 没有了来往 既然如此 那么曹西江 为什么会断定 妻子周燕日记中 所说的这个X 就是他的前男友 夏刚呢 这曹西江啊 就接着说道 自己和周燕结婚之后 就发现有些情形不对劲 他发现呢 周燕经常背着自己 给别人打电话 而遇到曹西江的时候呢 周燕就表现得非常紧张 周燕呢 也从来不告诉他 到底是跟谁在打电话 后来呢 这曹西江又听说 这夏刚啊 不满这个周燕呢 就这么甩了自己 于是呢 来到城里 又来找他 曹西江说道 这个夏刚啊 之前就有虐待的这种习惯 所以一定是他又找到了周燕 所以呢 虐待了周燕 而这周燕呢 八成还爱着夏刚 否则的话 他怎么可能写出那种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他也很痛苦 是因为我 他才这样 所以呢 曹西江就向警方反映 一定是当天晚上 趁着自己不在家 这夏刚呢 就来到了他们家 找到了周燕 一定是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这夏刚呢 就把自己的妻子给杀死 这曹西江呢 紧接着对警方说道 你们想一想 这个X就一定是 夏刚的下的批音的 第一个字母 警方呢 很快就传唤了夏刚 这夏刚呢 也承认自己呢 确实是周燕的前男友 而且呢 不甘心就这样被周燕甩了 曾经啊 来到城里找过周燕 给周燕打过电话 和周燕呢 也在一起吃过饭 而周燕呢 对自己呢 似乎也是旧情难忘 但是呢 这个本日记中 所指向的一个X 却不是夏刚 这夏刚说道 自己再见到周燕之后 就没有再跟周燕打骂过 更别说去杀死他 因为在周燕死亡的前后一周 自己根本就不在这个城市 而是去东北拉货了 这夏刚啊 本来就是一个大货车的一个司机 警方呢 随即调取了夏刚的除车记录 和车队的随行人员的一些证明 都能够证实啊 在周燕死亡的前后一周 这夏刚确实没有来过这个城市 没有作案时间 这个X4既然不是夏刚 那又是谁呢 案件的侦破似乎陷入了疆情 然而就在半人员又反复查看周燕生前 所留下的那本日记时 一段关于人物面部表情的描述 引起了警察的高度注意 也正是这个话最终将这起杀妻案绕破 那么这究竟是一段很不一样的描述呢 这个日记中啊 是这样描述的 他双眼血红 脸色扭曲 我知道 那个恶魔X又来了 旁边的一个人呢 紧接着就反映到双眼血红 这曹西江发怒的时候不就这样吗 无意中的一句话呢 似乎呢 就划破了暗间的黑影 就这样的一句话呢 有人大胆的催测 说这个X有没有可能就是曹西江呢 可是呢 有人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判断 他说到这根本不可能 第一 曹西江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周燕 周燕的死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且他们已经有了孩子 第二呢 我们的证人大留能够证明 曹西江没有作案时间 第三 小两口平时很恩爱 又在张罗买房子 这是打算要过好日子的人 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妻子 难道是鬼上身了吗 警方呢又找到了相关的监控录像 那么由于曹西江家所住的小区啊 比较老旧 没有监控录像 找不到相关的信息 警方啊 通过调取得知 当天的下午五点钟 曹西江啊 从公司下班走 五点半的时候呢 来到了大留小区的门口 而又是在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呢 从大留所住的这个小区门口离开了 而周燕的死亡时间呢 恰恰是当天晚上的十点钟 这就恰恰说明啊 这曹西江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警方呢又再次传唤了大留 这大留的交代啊 跟之前是一样的 他说到当天晚上五点半 这曹西江呢 来到了自己的家里谈业务 两个人呢 聊得很尽兴 接下来呢 这大留呢 就留曹西江在自己的家里喝酒 当天晚上两个人呢 喝得很多 但是呢 这大留呢 也记得 说这曹西江在喝酒的期间呢 他非常着急 一会儿说 快点吧 八点了 我老婆等我着急了 一会儿又说 九点多了 不行了 我得抓紧回家了 而后呢 又说十点多了 最后一钟 我得马上回家 在此啊 这大留还说 自己呢 还很瞧不起曹西江 总是把老婆挂在嘴上 所以呢 一直挽留这个曹西江 喝了很多酒 才从自己的家中离开 这一遍呢 人证物证梳理下来啊 恰恰能够证明 曹西江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 难道这个案子就侦破不了了吗 案件争破 陷入僵局 一个出租车司机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这个师傅啊 讲到 就在案发的当晚 自己在曹西江小区的附近呢 拉到了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是满眼血红 脸色乳虚 所以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死者丈夫曹西江终于露出了马脚 可他为何要残忍杀害自己的爱妻呢 想到眼前这个经常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人 这曹西江呢 是任无可忍 到了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刚长就把周燕给杀 杀其案终于告破 可凶手却身患精神分裂 这样特殊的人 法院该如何判局 谁是X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正在这个时候啊 公安局里面走进来一位出租车司机 这个师傅的一席话 让这个案件是急转直下 这个师傅啊 讲到就在案发的当晚 自己在曹西江小区的附近呢 拉到了一个客人 这个客人是满眼血红 脸色扭曲 所以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警方呢就问了一下出租车司机 最后把这个客人拉到了哪里 而这个出租车司机描述之后呢 让警方感觉到很震惊 因为下车的地点 恰恰就是大流所住的小区附近 紧接着警方呢 就赶紧调取了当天晚上 从曹西江家的小区 到大流家小区的 所有的路上的监控录像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啊 警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那就是这个神秘的乘客 不是别人 正是曹西江 看来这曹西江一直在说谎 一定跟这个案件有关系 警方赶紧就抓捕了曹西江 在证据面前呢 这曹西江不得不低头 承认了自己杀害妻子周焱的事实 原来啊 就在当天晚上 曹西江呢 确实是到大流家喝酒 那么席间的两个人喝酒 喝的比较多 这曹西江呢 就一直着急要回家 可是呢 大流不满意 经常数落他 而且呢 还拿出来他妻子周焱的一些 风言风语来刺激他 这曹西江一听这些话呀 想到自己平时只要听到周焱的风言风语 自己呢 就会控制不住情绪暴怒起来 他现在啊 恨不得马上就回家 杀掉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而这个大流啊 根本不知道曹西江在想什么 还一个劲的劝曹西江多喝酒 一边喝酒啊 一个周密的杀人计划 就在曹西江的心中形成了 他赶紧的把这个大流灌醉 之后呢 从大流家里拿走大流家的房门钥匙 看到啊 这个大流已经趴在桌子上不动了 于是呢 这曹西江呢 就匆匆的下楼 可是啊 这曹西江并没有走大流小区的正门 而是呢 翻墙出了小区 打了一辆车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令曹西江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妻子周燕正在打电话 而见到他回来之后呢 就赶紧挂断了电话 显得很害怕 想到眼前这个经常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人 这曹西江呢 是忍无可忍 到了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当场就把这周燕给杀死了 之后呢 曹西江呢 离开了家 把这菜刀呢扔到了河里 然后呢 打了一辆车又回到了大流所在的小区 这一次回来呢 曹西江依然是翻墙进了小区 回到大流的家里之后呢 看到大流啊 依然趴在桌子上 这曹西江呢 就赶紧摇醒了大流 跟他说 咱俩最后一中喝完我得赶紧回家了 所以呢 就在大概是晚上十点半左右的时候 这曹西江呢 离开了大流家 而且呢 大摇大摆的就离开了大流所在的小区 这样呢 大流的证言以及监控录像的证据 恰恰就能够证明曹西江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然而在周密的杀人计划 最终呢 都难逃于警察的法眼 曹西江最后还是归案了 得知这些事情的真相啊 大家伙都懵了 没有想到平时这么一个温和 对自己老婆那么好的人 居然亲手杀害了他 而且在周燕的日记中 所指向的那个X 并不是别人 正是曹西江 面对铁证 曹西江终于承认了杀害怀孕妻子的 全部犯罪事实 然而正当人们 对这个残忍杀死妻子的曹西江恨之路 觉得他应该处以重刑的时候 法院最终决定 给曹西江从轻处罚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曹西江的辩护律师啊 就认为 说通过曹西江种种匪夷所思的表现 认定这个曹西江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所以呢申请了鉴定 那么鉴定结果显示 曹西江患有隐性的精神分裂症 这样的病人呢 平时呢都是好好的 但是只要遇到一些刺激他的事情 就容易发怒 甚至呢殴打虐待他人 而曹西江的这个情况呢 是来自于他小时候的家庭 在曹西江很小的时候 曹西江的母亲呢 就和别人私奔了 所以每一次啊 曹西江的父亲喝酒之后呢 就大骂母亲的不是而且呢 痛打曹西江 这在曹西江的幼小的心灵中呢 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后来呢曹西江认识了周燕 并且呢爱上了周燕 但是没有想到啊 他经常听到的是周燕和他的前男朋友 还有一些藕断丝连 这样曹西江呢都无法接受 所以每一次啊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的时候 曹西江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对周燕呢进行施暴 施暴完了之后呢 曹西江冷静下来 又跪求啊周燕原谅自己 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一听说周燕的事啊 自己就控制不住情绪 希望周燕能够原谅自己 而这时啊 认识曹西江的人也都回忆起来 说这曹西江啊 平时表现还是很平和的 但是呢 只要一提到他妻子周燕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曹西江呢 就立即会双眼血红 脸色扭曲 他在日记中啊 就把这个曹西江的恶魔的一面呢 记得X 他相信这个X啊 一定不是曹西江 这个X一定能够从曹西江的身上呢 走开 但是没有想到这周燕呢 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他被这个X彻底的给吞噬了 杀其凶手曹西江终于回案 然而他却是一名身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那么对于这类人触犯了法律 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派遗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法院对于曹西江的侵判 是否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法律上的知识呢 叫做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我们在对于刑事责任能力分类的时候呢 一般的情况下呢 是分为三种 第一种呢叫做完全控制 也就是说 这个人在犯罪的时候 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另外一种呢叫做完全丧失 完全丧失呢 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以及后果的严重性 第三种呢 就介于完全控制和完全丧失之间 我们称之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上啊 法律有明文的规定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啊 可以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 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 尚未完全丧失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 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那么据此啊 人民法院认定啊 曹西江呢 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是呢 介于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所以啊 人民法院最后啊 判处曹西江是无期徒刑 那么等待着曹西江呢 是慢慢的牢狱生活 同时啊 鉴于曹西江有精神的疾患 所以他在服刑期间呢 也要受到相关的治疗 观众朋友 今天这个案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知道 这曹西江啊 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周燕 但是呢 由于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也是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我们此时呢 就在做一个假设 说如果曹西江能够知道自己的病情 能够早去治疗 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总之啊 我们希望全社会的人 都能够对于精神疾病啊 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理解 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这样的悲剧呢 也会越来越少 也能够促进我们的家庭和谐 与社会和谐 感谢收看法律讲堂 再见 午夜 她与租来的女友因酒后冲动 发生一夜情 两个年轻人啊 都觉得浑身燥热 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 女孩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问她讨要赔偿 十万 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这么多钱啊 索赔遭去 女孩告起抢奸 警方介入后 才发现孩子父亲另有其人 诸来的麻烦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